有位网友回到家,发现自己的狗偷吃了东西 于是就把这两只狗叫过来问罪 这案子也太好破了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到底是谁偷吃了东西 最关键的是后边的大黄 一脸见兮兮的样子 让人实在是受不了 如果这个时候给大黄一个嘴巴子 他会不会怀疑狗生呢 再来看这个视频啊 我们都知道小朋友最喜欢去陌生的地方探险 这天有一个小朋友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小胡同里面 可是他不知道上面有个人正在对着他拍摄 还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这小子真他妈坏 若干年后小朋友长大了 他会在某个APP上 绘声绘色的讲起 自己小时候遇到的灵异世界 哈哈哈哈 我好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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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的 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